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谢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的写信来表播 这个是喜欢听丁凡的 这个是喜欢看危惠英的 没问题的 他们两个曾经合作过一首曲 叫做《逼血写春秋》 挺好听的 不如我们一起欣赏 《逼血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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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睡不著 你為甚麼睡不著呢? 我 我念浪節夜不成年 未解此夢 你為甚麼夢 你為甚麼夢 因為什麼生意 你會發生我 我會發生我 你為甚麼怎樣 我就是 你為甚麼 修已 南地裡誰知 送事深 空光養富裕 待機而時 勃發長江湖 為掩拳肩壓 待負珍變成了 天涯 經中復 恨夢煙之障 舊出虎龍關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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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生渣渡 似枝万里帕 千夜寸映 勤劳带丹 无人渣 魂缩难 大当时忆怨 游衰监 击回伤心 悲人叛 身心苦痛痴手斩 痛恨权身 逃谋作返 乱共浪 侧见撇贪奸 俗军一战送敌打 功成内船一满 我不用书背任中华 错评内莫安 缝平内间 我爱民安 似乎间 音乐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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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军航海 敦呼楼 龙兜风兼 保河山 你阵前瞻掌我牵旗 耳泪英雄昔世曼 甘兴自卑梁红玉 林真勇于花木兰霸 愿同策马静狼烟 早日解甲归田 太殿岸下 召书下 代帅忠孝传 束靶惑返 见照如见朕 立即要起行 啊 星夜传王照 呼掌吊经冠 这目是国将龙拳 尸体赞 这目是君望心望 两驱慢 震边城 煙重丹 随外无惯狂难 焉可重敌一点事 留后患 啊 全哥 无路正在虎视丹丹 蠢蠢欲动 事问你烟海远离職守 何况木金帝主昏庸 拳奸当道 福望你熟类三思 此物听到奸人圈套啊 好 不过夜来陪陈 日望的餐 安 有其谋 将敌的斩 真妙黄照飞驰 半夜班 力淡抹肝 谁可敢 心应同血泪 暗口可贪 可贪黄黄昏明 不得能为 又何忍公拜遂成 朱一大弹 智庸 乖 京听午夜丫提 正是不唱之笑 全哥 李莫后如中 一旦伸透 堪征 應护雨 莫日我眼爱 遥如国啸 星暗神淡 每次法征聚去各幕幕 守棄田团 兵风室应改修华皇帝照 兵风室应改修华皇帝照 兵风室应改修华帝照 地户照 兵人风室应改修华皇帝照 亦全名自發 你陣電魂高河 提亞相講戲 品戲曲人生 推下去珠江河 打算洗洗一些塵 怎麼一洗 奪去騰一錶 錶甩出手 錶到入珠江河 化作一條青蛇在珠江河裡游來游去 游得記住 那條蛇砍 由珠江河面直飛衝天 化作一條巨龍搖頭火爐 那條爐一噴 噴出口水 平時我不用工作 我喜歡逛街 我喜歡逛什麼街 我不是逛商場 而是逛廣州市傳統的橫街宅行 關於龍的街很多 龍津路 接龍街 講起龍津路還有一個故事 曾經說 山頂上有個鐘 鐘旁邊有一條藤 這條藤是掛著那個鐘 有個人想偷藤 看到藤骯髒就在珠江水洗洗 誰知道兩樣的藤變成一條爐 那些泡沫和口水出來 一邊就變成一條街 這條街就叫做龍津路 好 到底是否這麼神奇呢 一齊聽聽聽 鬼佬阿記 歡迎收看今天的體戲恐怖節目 上次廣古都說了 洞神坊的得名 和這個康公廟和這個陳董神 後來改名的陳凍神有關 這個凍神坊就位於龍津東路 刺貼著的 那今期廣古都說一下龍津路的得名 為什麼龍津路叫龍津路呢 是那裡有龍的 那津又為什麼呢 這次廣古都說一下龍津路的得名 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一個就說 系統 五仙罐裡面的禁宗流有關 就說禁宗流的大宗 是用來仙藤來勾住 是用來仙藤來勾住 那條仙藤的手指這麼幼 那天中是一萬斤大宗 就這樣扔著不知幾個牙齒 說從前沒有人敢在大宗下面 摸五毫子咸脆花生 為什麼呢 等著摸摸一下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掉來吸住你的 怎麼叫你出來 我說後來呢 有個洋人來見到這條藤 知道這條寶什麼 有心就摸了它 就跟那個妙竹公說 這條藤不穩陣的 我給你一條加麻加粗的鐵鏈 還答應給不錢妙竹 妙竹心想好啊 安全起見這條鐵鏈就穩陣 還有錢收 這條爛藤不是要的 妙竹不識貨 把這條藤給了它 這個洋人拿著這條藤 從事如珍寶帶回去自己的國家 下船的時候 見到這條藤髒髒 推下去朱光河 打算洗洗一些塵 怎麼一洗 那條藤一飆 飆脫出手 飆到進朱光河 化作一條青蛇在朱光河裡 游來游去 游得幾轉 那條蛇 從珠光河面直飛衝天 化作一條巨龍搖頭火腦 嘩 那條龍一噴 噴出口水 口水被噴落的地方 在地上形成出一條河流 口水又名叫做瓶液 所以這條河就叫做龍津河了 在龍津河附近 這條路後來就叫做龍津路了 這條龍津路得名的一個版本 另外還有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 到現在還能夠有跡可尋 你說 禁鐘樓來仙藤你哪裏找 都變成龍了 但是這個版本 你還能夠找到行跡 又如何呢 就說掃錢 龍津龍這裡 在那裏 掃錢又沒名 都是窮府人家住的地方 裏頭住住一戶人家 那個男主人 姓陳明龍津 陳龍津 陳龍津 他很早就死了老婆 老婆就生了九個兒子 父子十人相依為名 你九個兒子 道孝順 很有義氣 陳龍津 見他小時候就教他們了 做人呢幫得人就幫 有錢出錢有力出來 對街坊附近左輪有理 隔離鄰居 要多勤手幫人家 年輕小子吃虧不怕的 教得兒子 個個好意心幫人 陳龍津經常幫人 很多人一個是陳龍津 好人來的 但是 你是十個人擠住房子 日子都夠清貧了 有多少拿多少去幫人 自己剩多少 所謂的陳龍津 都認真窮 有多少錢 十仔爺 吃了飯 陳龍津就去後門的樹收衣 究竟那些人的衣服就浪在後巷 當天當地 露天露地 就這樣浪的 找一個支架撐一條 搶牆的浪衫中 就掛衣服 陳龍津就去收衣服 究竟那些人 很早就欠的了 古時候哪有電燈呢 有錢一點的 你們點陽燭 點燭 或者點油燈 窮虎的省得省得省 天黑就省得了 你一大路面 到了這個時候 基本上沒有什麼走 陳龍津就在那裡收衣服 又把那些洗好的衣服 放上去 一眼瞅見 咦 路上有個女兒 一身的白衣 搭著頭 就在那裡走 看她的衣服 不像是這帶窮虎人家的女子 怎麼一個女兒 夜面在街上走 哎呀 好牙煙的嘛 看她的頭呆呆 做什麼呢 陳龍津就好奇 當阿放下手頭的功夫 走出巷口裝 看見那個女兒的 就在路上就這樣走 向著那邊一個井口就走過去 做什麼呢 走到井邊 那個女兒的一抱腳 哇 跳井 喂 原來這個女兒就是要跳井自殺 陳龍津馬上飄上前就要立 變立得住了 什麼都立不住 那個女兒已經跌到井裡頭了 但是奇怪 跌到井裡 應該會是嬸的一聲 沒有聲 喂 你有沒有什麼 你呀 馬喊井底也沒有人認 你們過來 兒子呀 喊來幾個兒子 幾個兒子空過來 爹什麼事 就有人跌到井裡 快點去救吧 因為井下面黑 那阿大和阿姨 就負責找一條繩索 阿四呢 順著那條繩索 就爬到井裡頭 阿五呢 就負責找一條繩索 阿四呢 順著那條繩索 就爬到井裡頭 阿五呢 就負責遞好那些火馬 大家分好工了 陳龍津在旁邊是指揮著 阿四看緊一點 看緊一點 阿四下去很牙煙的 可以了爹 沒事的了 放心 當阿大阿姨拉緊繩 阿四呀 看著 不行開口 其餘 阿六 阿七 阿八看 不行我們上 阿四說 可以了沒問題 就順著那條繩 一直這樣落 落到蝦頭 阿四 阿四驚呼 阿四你沒甚麼 拉我上來 上來 急急忙忙把阿四拉上來 甚麼事 看見甚麼 那個人 爹是人我看不到 但是下面 我看見整個井底 都是白銀 甚麼 整個井底白銀 阿六 阿七就說 爹 地上撿到寶 問天問地拿不到 現在既然下面沒有人 是不是看花了 眼花 看不清 別管那麼多 先把錢拿出去 我們窮得那麼膠關 不行 我們窮而已 這些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又怎能拿呢 爹 哪有人將銀放在井底 這些無主之物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的東西 我們拿了 我們可以拿錢來周濟 周圍那些百姓做好事 我們想幫人自己 沒錢想幫都很困難 給幾個兒子說得說 陳龍俊答應 當幾個兒子找來拿 夾手夾腳 一人落去一趟 分幾趴才把銀拿上來 嘩 數一數 逐足有幾千兩的白銀 各位 為甚麼無情百事 井裏面人就不見有白銀 那些銀 傳說就說 這些銀 是白銀精所化 那個女子就是白銀精 因為見到陳龍俊個人好心 有心 要給他一些好處 所以白銀精化成的女子 引陳龍俊去到井邊 然後自己跳 他知道陳龍俊必定會救 然後一下去就發現了銀 就是送給陳龍俊 陳龍俊有了二千兩銀 當下爛屋變大屋 把整條街 全部買下分給那些窮苦百姓 大家的日子越過越好 每個人都感激陳龍俊 於是這條街 就叫做龍俊大街 後來就有了龍俊老 在開馬路之後的事情 當然是傳書 不過你別說傳書 一樣可以找到證據 當大家去到龍俊東路的時候 在龍俊東路 你由人民路走入龍俊東 你要發現你前進方向的右手邊 那裡有一個玉器城 過了那個玉器城前些少 有一道鐵閘仔 鐵閘裡頭是一條小巷 那條巷子走進去 會有一個小艇 那個艇爛剩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沒有緊對 只剩三分之二的 這個艇 就是當時的後人 為了紀念陳龍俊 在那個頸 就是白銀錚頭頸的頸邊 所收足的一座艇 叫做龍俊庭 當年白銀錚頭頸的頸 就叫做龍俊井 龍俊井在哪裏呢 就是在這個艇的附近 現在勉強還有痕跡 你會發現距離那個艇 大概三十步左右的距離 在那個花基底 還露出半邊的頸圈 那個頸就是當年的龍俊井 白銀錚頭頸的地方 現在還任職可囚 臨信各位可以去到龍俊路看看 龍俊路的得名 就有兩段不同的來歷 好 今天的體系講的節目就到這裏了 下期的節目就更加精彩故事送給各位 我們再會 拜拜 提亞相講戲 品戲曲人生 他那些頸圈演出 都未曾 很多觀眾都未曾聽過 這首歌的 這麼好語曲的語曲味 有些觀眾特別是仙村 有些觀眾就說這些才是愉空 那個人在說什麼 都是沒有人 我們再次聽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